YO 我是羽毛 歡迎來到今天的 ROOM MINE發誓 如果麥塊發生 這種事 嘿 沒有錯 又是每個禮拜的 ROOM MINE發誓啦 對 我已經很勤勞的每個禮拜出一集了 好 好 好廢 好 那今天的ROOM MINE發誓是什麼 在上一集的ROOM MINE發誓呢 是 是 是什麼啊 我想一下啊 是 是 是什麼啊 我忘了欸 喔 應該是身體慢慢變小對不對 身體慢慢變小 那也有在下面的留言呢 看到大家對於Speed Run還有下一個題目 留了很多留言喔 像是Speed Run 基本上要找村莊什麼之類的 很多啊 看誰的影片 對 那 對 我都沒看 對 我廢 我爛 我忘了 哈哈 好 那還有一些題目像 喔 慢慢變大啊 速度慢慢變快啊 我都有看到 我都有看到 但是今天的今天的ROOM MINE發誓 不是這一些今天的ROOM MINE發誓是什麼呢 如果MINE塊裡面的生物會對你丟TNT 會發生什麼事呢 嘿 沒錯 今天的ROOM MINE發誓就是這個主題啦 如果MINE塊裡面的生物 不不包含 不是不包含 包含喔 包含這些友善的生物 所有 所有只要會動的生物都會對你丟TNT 會怎麼樣呢 那今天的目標一樣是找到一顆鑽石 我們不要Speed Run 因為終界龍應該是我是不會打啦 對對對 所以今天的目標呢 一樣是找到一顆鑽石 並且有三條命好了 三條命 因為我不知道TNT的威力會不會很兇啦 然後他們丟的也不知道是怎樣丟 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先設定三條命 只要三條命之內 我們找到一顆鑽石就算成功啦 好 那我馬上開始今天的ROOM MINE發誓 如果MINE塊裡的生物都會對你丟TNT 會發生什麼事呢 開始 好 那我們首先當然第一步先來挖木頭嘛 挖 挖木頭 我們先從挖木頭開始 然後之前有人說Speed Run要從 基本上找村莊是比較快 對 然後找村莊 食物來源基本上是村莊裡面的小麥 然後工具的話都是用石頭工具嘛 對 我都有看 我都有看 好 那我們就先挖一點木頭跟 木頭 然後在村子裡找一些食物 對 小麥 找一些小麥當補給品 不要像上市那樣 喔 還有發現上市啊 上市很多人跟我說可以做梯子還有水對不對 對 我應該做個梯子還有水的 好 那哈囉 好 這裡發生什麼事 水太多了吧 為什麼這種村子都會有這種 很奇怪淹出來的水 啊這是什麼 這種建築物到底是什麼概念 我不太懂村民為何要這樣建造 這是什麼 這是露天玉石嗎 我不太懂 嚇到我了 嚇到我了 我不知道村民應該是也會丟TNT 所以我們還是小心一點 一點好了 好 我們拿木頭跟麵包 好 我們馬鈴薯也拿一個好了 床的話也搬一個走 OK 好怕喔 基本上 呃 聽大家說打中建龍都用床打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要到 完了 欸所以 他們不會喔 他們不會 只有毛咪會丟 喔水 村民是不會丟的欸 欸有南瓜派 太讚了吧 所以村民是不會丟的 欸鐵粒欸 OKOK 基本上搜一搜應該 都還蠻不錯 欸村民不會對我丟TNT欸 人太好了吧 我以為村民也會丟 然後剛剛那個是貓咪對我丟TNT對不對 然後貓咪就死掉了 啊啊啊啊啊 我想說那是什麼 什麼 黑鑰匙 哇喔 我有黑鑰匙欸 我是可以去地獄的 抱歉 抱歉 那邊也有 那邊有貓咪 貓咪都會死掉啦 現在殺不到我啦 有鐵勒 欸太爽了吧 那我就 就是 我要做做做個工具台啦 欸直接在村莊生活就好啦 白癡喔 誰要離開這個世界啊 好 我們做個鎬子 有了 我們可以挖鐵了 基本上攻 欸是有 Speedrun應該是不會做鐵裝什麼之類的吧 盾牌什麼的 應該是不會齁 畢竟那麼高的技巧就是 把攻擊力撐滿就對了 防禦力什麼呢 基本上是0就好了 感覺Speedrun應該都是這種 就是靠技術躲招 不需要任何的防禦力 OK 那我們就 基本上 挖血鐵就好了吧 挖血鐵應該就夠了 欸把這裡挖挖好了 香香的鐵 然後做個鐵鎬跟 盾牌 我覺得要做個盾牌 以防萬一好不好 我們TNT應該是擋得住 所以 接下來挖石頭對不對 喔對了 如果 如果有什麼 題目的話 或是 或是 或是想法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是的是的 對 靈感靠你們了 然後也看到很多 在下面留言很多 生存高手 像是 上一次的梯子跟水桶 其實我都是完全沒有想到 對 不要懷疑 我就是完全沒有想到 是的 我就是完全沒有想到 我就是這麼笨 為什麼不用木頭燒呢 對 為什麼不用木頭燒呢 我們就用木頭燒 然後 這一片出的時候 我應該在瘋狂的玩魔物獵人了 所以 有興趣的可以來看我玩魔物獵人 對 沒錯 我應該是 真的是 原來這個不是露天玉池喔 是玉陰 床 嗎 為什麼這邊都紫色的床啊 喔 所以這 小孩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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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逃獄了 逃獄了 啊 你怎麼逃獄了 沒有 拿到一些鐵 先做 鐵鎬嘛 鐵鎬最重要的 好不好 沒有鐵鎬 補不下去 鐵鎬 接下來是盾牌 盾牌怎麼做啊 盾牌這樣 有了有了 盾牌應該就不用怕TNT了 可以基本上穩 然後 怎麼那麼多泥土啊 OK OK 然後吃點東西 很悠哉欸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 那麼那麼 那麼難欸 好不好 那你覺得我今天會成功嗎 我都忘了問 你覺得 你覺得我今天會成功嗎 覺得今天我會成功的 幫我按下喜歡 覺得我會失敗的 幫我按下不喜歡 不是覺得這次不會像 上次一樣那麼難 上次我可能 調的太難了 一下就縮太小了 所以很快就死掉 哇哇 太easy了吧 我是覺得我可以出發了啦 應該可以了吧 村民巴巴 我正式出發去冒險了 外面的世界可能真的比較恐怖一點 因為還有 很多野生生物 不會像 村莊裡面只有 貓咪 跟鐵巨人 那個鐵巨人好像還沒死 看到紅紅的 就很危險 這邊如何 這邊怎麼亮亮的 有岩漿嗎 好水喔 基本上不會 好這邊 有更深嗎 拜託 有更深 所以要挖一點 為什麼我覺得這 這煤礦有點灰灰的感覺啊 可 出發 好這次我有裝optify 就可以拿在手上 欸變恐怖遊戲了啦 雖然 雖然 基本上 不會遇到怪物啊 因為遇到怪物 我就會那個啊 因為怪物都會直接被炸死啊 好笨喔怪物 我以為怪物會無敵欸 你看啊 那個等一下遇到怪物 然後他就會被我炸死了 自殺流 啊哈哈 還是會有點痛啦 但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啊 只要不要遇到大量的怪物就好了 踢 苦力怕 巴巴 等一下苦力怕 等一下苦力怕 等一下苦力怕太兇了 幫我開 喔好痛 幫我開採 怎麼都沒有什麼 這很難上去 我覺得這個沒有想像中的難欸 可以可以 很easy 很easy 我覺得這洞窟 雖然 還蠻深的啦 但不夠深 cry 這邊是剛剛爆炸的地方欸 喔不要推過來 燈牌沒有用欸 燈牌在TNT沒有什麼用欸 完了這個地方 而且外面不用晚上了 這地方好像沒有什麼 我是不是不應該出門 我應該繼續往下挖台對不對 看來是外面的世界比較危險 洞穴裡真的很安全 而且這個盾 不知道盾不能擋TNT喔 為什麼苦力怕可以擋TNT不能擋 麥塊邏輯真合理 我挑戰世界了 衝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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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我們要找洞穴 哎唷威啊 哎唷威啊 快跑喔 嗯 不太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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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走水裡了 哈哈哈哈 基本上沒有看到什麼呢 都是一些小洞穴 左邊有聲音 真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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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蠻好奇那個終界珍珠要怎麼拿 如果speedrun的話 再沒有那個豬布林的時候 要怎麼 要怎麼找到終界珍珠 只能打ender吧 不然你根本 可以可以可以 很穩很穩 基本上不會死啦 我的 啊 極限極限 極限跑酷 沒有啊我只在跑步而已 極限跑步 不知道這邊越爬越高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呢 OK 峽谷地形 不錯喔 我的那個啊 我的食物不夠多 下下下 OK 這個好像蠻深的 行行行 我伴隨著爆炸聲慢慢向下走 喔喔喔喔喔喔 adam 幫我開路 幫我開路 我 基本上不用打怪欸 這怎麼太簡單了吧 欸嘿嘿 encourage 開路開路 漂亮啦 我覺得這個模組可以結合其他 其他東西欸 可以結合其他模組比較好 我們有拿到金了 喔喔喔喔 我現在被跑了 等一下 好緊 沒事沒事 雖然有水 但我還是蠻害怕的 現在我們只能這樣無腦一直挖咧 怎麼辦 怎麼辦 挖得到嗎 挖得到鑽石嗎 還是我覺得應該設定一些目標 好像在上面比較刺激對不對 所以我們 挖完鑽石以後 把目標定到我們要殺 五隻殭屍 這樣是不是難度就會提高啦 我覺得提高很多欸 因為殭屍的話 我們TNT也防不了 真的找不到欸 好扯喔 快點啦 鑽石多一點啦 我不知道之後大改版的時候 洞穴大改版 不知道會變怎樣 感覺很有趣 畢竟我是一個喜歡住在洞穴裡的人 應該還蠻有趣的 哇 綠寶石 但是沒有鑽石 真的是cry 太扯了吧 應該有鑽石了吧 綠寶石都出來了欸 我挖到了綠寶石 哇 有梅有鐵有紅石有綠寶石 還缺什麼 鑽石啊 我挖到的 鑽石都比 綠寶石多了 欸 這樣 鐵鎬 唉唷 嚇死我了 很可怕 有笑 突然有什麼恐怖的音樂 很可怕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我很 要真心挖個礦 突然給我了一個爆炸 欸不行啊 有紅石 我的鐵鎬爆了 一顆鑽石 都 沒有 確 怎麼會有 欸 這樣挖是不是有點危險 Where am I 又是新的洞穴 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要 我要往上 我要往上 為什麼我要往上呢 對 就是因為我受不了了 因為在洞穴其實太安全了 沒有什麼刺激感 你知道嗎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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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嚇我 別嚇我 我們應該快到地表了喔 好不好 我們的目標 從找到一顆鑽石 變成沙武之江蘇 應該會更有挑戰性一點 不然在洞穴其實比我想像中的 真的太安逸了 而且 你看到怪物其實往 往後跑就好了 太簡單了 嗨 我們上 好了 那我來 殺五隻殭屍囉 好 首先呢 要先找到殭屍 現在是晚上所以找殭屍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難度 不要在他爆炸之前殺了他 這就是比較難 好 前面有一隻殭屍 好像有點來不及了 哇 等一下 喔 等一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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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很難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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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跑那麼快 蜘蛛你不要跑那麼快 不好 喔 欸 這樣算嗎 這樣算嗎 這樣算打一下吧 這樣算嗎 這樣算嗎 我最小害羞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殭屍的聲音可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追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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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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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蜘蛛追太傾了吧 喔 我要到空礦的地方才看得到 OK 空礦應該會比較好處理吧 好像不會喔 殭屍 蜘蛛 還有殭屍嗎 蜘蛛應該是最難殘的 因為蜘蛛跑很快 然後失誤快沒了 殭屍 殭屍 殭屍傷 我覺得五隻有點難欸 我覺得殺到一隻 我已經很了不起了欸 有了有了 殭屍在右邊 完了 它丟TNT了 就這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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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欸 完了 它丟TNT了 就這一次了 就這一次了 完了 欸 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